第一批AZ疫苗终于抵达台湾了 现在大家更关注的是 我国之前向德国订购的BNT疫苗 采购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现在最新的进度到底如何 什么时候可以顺利的来到台湾呢 指挥官陈时中在今天就说了 关于BNT疫苗这两天已经接获消息 但是对方可能有其他的考量 尚未完成签约 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他没有办法代替对方回答 合约没有拍摆 难道是我方跟BNT之间的意见有所出入吗 陈时中也用了一个蛮耐人寻味的方法来解释 他说对方的想法没有回应到我们的想法 11.7万ZAZ疫苗抵台 但之前要购买的BNT疫苗到底来不来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的说法很暧昧 BNT这个因为合约 我们是把他们所拟好的合约签署 然后送回去 那因为他们还没有把这个相关的签署的文件再送回来 所以这合约尚未成立 言下之意就是合约没有完成 但陈时中说这一两天应该就会有消息 那是不是我方和BNT原厂两边看法有出入呢 而原先必须透过代理商购买的BNT疫苗 后来直接和德国原厂接上线 但现在又卡关 立委就痛批 执政党应该给交代 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上个礼拜的专案报告 是讲在2021年的第一剂 可以有400万剂的疫苗 而2021年第一剂 其实就到这个月的月底 我们看到AZ疫苗已经到达台湾 所以我们对BNT疫苗的取得 以及到达台湾也很有信心 BNT疫苗何时来 或许是又要顾及保密 指挥中心回答绕圈圈 民众可能听得不撒撒 记者富山里和若台北赛报道